你最关心的话题 你最在乎的领域 不以人物论大小 不以深浅断话题 三三来客了 我在这里等你 各位好 欢迎收看三三来客了 我是文婷 对于许多朋友来讲 也许新西兰并不是一个 走在时尚前沿的国度 在这个纯金的国家里面 其实也有很多的时尚大咖 是藏龙或卧虎的 那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做客的嘉宾呢 是一位华人界里面少有的时尚大咖 他是智貌大师Allie 手下的第二任接班人 他就是我们可爱的野生设计师大伟 欢迎你大伟 Tina你好 大家好 今天来做客我们的节目 也戴了一个非常可爱的帽子 这个帽子是你自己设计的吗 这个帽子不是我自己设计的 但是我自己平时就有戴帽子的习惯 不管是白天的时候还是晚上睡觉的时候 我都会戴帽子 只有我洗澡的时候是不戴帽子的 所以晚上睡觉也要戴帽子 我晚上睡觉的帽子非常的多 我突然想到了以前就是有很多的中医说 这个晚上的时候不要把你的头着凉了 因为我的头发很短 所以我要戴一个帽子 可是头发很短 晚上睡觉的时候也会受到影响 会啊 因为很多人会问我问题 说你夏天的时候戴帽子会不会特别热 然后因为我每次都会把头发剃得非常的短 然后新西兰的太阳还是挺大的 然后如果不戴帽子的话可能会更热 可是您其实是常常都戴这一顶帽子 我有很多顶帽子 但是它们都是完全一样的风格 对 什么样的风格 就是一模一样的这个样子 你来定义一下这个风格是什么 这个风格就是比较好辨认 对 然后我相信我走在 我有很多的朋友啊 或者认识的人啊 在大街上的时候 他们会非常轻松的找到我 因为我永远都戴同一个帽子 对 所以它算是我的标志 所以你觉得用这个帽子 为自己打造了一个IP 对 它就是我的标志 你太聪明了 谢谢 所以什么时候开始接触时尚的 接触时尚大概是在十几年前的时候 其实我在中国上大学的时候 我考进的是天津美术学院 然后也是做服装设计 然后大概读了不到一年的时间 我觉得时尚和艺术觉得还是在国外学会比较好 所以我就选择来新西兰 对 可是时尚设计和新西兰这个国家 你第一反应它们之间的关联度很高吗 它的关联度并不高 我当时之所以来新西兰就是 我非常喜欢绿色的草地 然后我非常喜欢踩在草地上 但是在国内的话 非常漂亮的草地 永远都有一个牌子说禁止踩它 然后我就觉得想找一个自由的地方 所以这里的草是可以随便踩的 当然 这就是你来这里的原因 是的 然后直接就来了 对 刚刚聊了这么多 就是我们这个节目刚刚开始 也许对于许多不太熟悉时尚界 或者不太熟悉在新西兰的这个制茂 或者时装的这个行业的人 也许对大卫还不够有这个认知 那我们也通过他的一些作品 先来认识一下他 这个是在时尚的这个 这个 T台秀里面 对 这三张作品的话 是我当时在兴起了White Cliff 然后毕业的时候 学习服装设计和纯艺术 然后这个是我的毕业秀 对 然后这三件衣服 是我相对来说 比较满意的三件衣服 对 我冒昧地问一下 我确实对于时尚 不能很准确地去解读 所以从左边的第一件 到右边的这一件 我觉得右边的这个 还蛮容易看 就看清楚的 它的特点 可是左边的这个 有鸟的和那个 有斗篷的那个style 它们两个分别 是什么样的一个概念 因为你说到服装的话 其实它是一个 非常庞大的命题 然后它并不是非常的局限 服装里面 其实包含了很多 比如说我们的成衣设计 就是我们日常的穿着 然后还有一些戏剧服装的设计 然后也有高级定制 然后也有普通 我们可以随时在商店里 可以买到的 就是fast fashion 就是每天的街头日常的东西 然后我对于服装的了解 就是因为在学校的期间 你是一个非常自由的阶段 对 你可以随意创作任何你喜欢的东西 没错 因为我们参加到工作中之后 你在真实的工作中 你是有一个命题的 比如说我在定制公司 那我的衣服叫符合顾客 然后如果在成衣的市场中的话 我要去研究什么样的流行 什么样东西会比较好卖 那我觉得在学生的阶段的话 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你可以把你的想法 天马行空的想法 或者非常复杂的创作 都放到你的设计中去 我觉得它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所以你满意刚才我们看到的 这个设计作品 非常满意 对 所以来给我们解读一下 就是首先我刚刚问到的 像第一个这个衣服 它的这种风格 包括它在你当时创作的这种理念 或者投入的情感 它有什么特点 我们第一个衣服看到了 我就首先用的非常的tweet 这个面料 就是它有一点麻泥的感觉 然后它其实是一个高腰阔腿裤 然后上面是一个很紧的上衣 后面的部分 为什么用了这么多呢 因为当时我有研究 很多日本的和服 就是kemono 对 它们会在后面打一个非常大的结 当我们跳脱去看这个东西的时候 这个结是非常柔软的 那我觉得它在后面 确实是一个很大的阔形 所以我在研究 有什么样的方法 可以让这个阔形 看上去更加的漂亮 或者更加的鼻挺 所以这套衣服 你在前面去看它的时候 它就是一个裤腿裤 和一个没有袖子的上衣 但是后面却有很多的细节 对 后面会给你一些细节 因为这样会比较有趣 你不会觉得很无聊 这是一个男装的 女装 还是女装 女装 对 因为它没有正脸 我看不太清楚 所以当时的这个作品 就是在展示的过程当中 有没有引起大家的一个很大的关注 或者反应 因为我做的衣服 都是戏剧性比较强的衣服 所以戏剧性强的衣服 在视觉上就非常的有张力 在视觉上有张力的东西 自然会比较会受到大家的关注 对 但那一套衣服 我在做的时候 我还没有加背后的这些设计的细节的时候 我当时还在工作室 就是学校的工作室里面 做那套衣服 然后就会有一些其他同学的家长 一些很老的KV洋人 他们会进来去看他们的孩子的作品 然后我就记得很清楚 有一对很老的KV走过来的时候 他就跟我说 他说我特别喜欢你的衣服 我说为什么 他说你让我想起了那个Jackson Kennedy 然后Kindy的夫人是一个 其实是一个非常有名的时尚的icon 然后他当时的穿着就非常的精简 然后整个衣服的外面的逻辑和线条 是非常清爽的 他就说你的衣服让我想起了他 对 因为他活在60年代的时候 他还很年轻 是 刚才我们说的第一套 其实他有一种亚洲人的这种风格 您刚刚说的有日本的这些元素在里面 包括他的颜色 隔掉各方面 但是好像有鸟在这个衣服上面 有装饰的那一件 好像就不太一样的风格 是的 那一套衣服的话 我首先选择的是纯黑色的蕾丝 然后黑色蕾丝的衣服我在做的时候 我直接就把它的上身 头全部都给包裹住 是 为什么包裹住呢 因为其实我们在看时装秀的时候 我们很多的时候其实会关注模特的脸 那如果过分的关注模特的脸 头发和妆容的时候 其实是比较容易忽略 我们请导播来给我们就是单独的有这个 把整个脸包裹起来的这一张 给我们的观众展示一下 其实这个确实是给人的感觉 蛮突破这种普通的设计的概念 它基本上好像就已经是看不出这个人的情感 因为我们说一件衣服在这个衣服上的穿着 它要有一种开心悲伤或者体现它的一个个性 这样好像就感受不到这个人到底他是美还是丑 还是说他的表情 可是你觉得他的美感在哪里 我觉得虽然你不是服装设计系的 你的解读却非常的专业 当我们把脸给遮住之后 你会忽略到他的样子 你会忽略到他的年龄 你会甚至忽略到他的性别 然后你会忽略到他的职业 然后他的气质和性格都会忽略掉 所以这样的话 当模特走出来的时候 其实人看到更多的是这个衣服的材质 这个衣服的设计 因为它是用一个非常复杂的棉布织的蕾丝 那在蕾丝的过程中 我努力地想要把这个面料的本身的美凸显出来 那我就要尽可能地去cover更多的信息 我们可以看到的信息的传递 其实把脸露出来 你的眼神的表情都是心绪的传递 其实很多人可能对于这种 时装的设计师和制作服装还不是特别的了解 但是我们可以想象 有时候你能够设计出一套衣服 不一定能够完全做得出来 因为有的时候包括这种细节 包括一些材料等等 像刚才的这一件衣服 您刚刚说它是有蕾丝 但是其实从视觉效果上面 它并不是很柔软 它其实是感觉还比较坚硬的 是的 然后我觉得这可能也是我的一种风格吧 因为我觉得我设计的衣服并不适合非常甜美的少女 因为我比较喜欢非常沉重的 非常dark这种又比较浪漫的东西 然后又比较隐晦的 我不是非常喜欢非常激烈或张扬的设计 对 然后所以强势的或者强壮的 非常strong的女性才是我设计的对象 所以在我做设计的时候 我的脑子里面会有这样的画面 什么样的女性会穿着我的衣服 所以你在学习时装设计的时候 基本上你的目标群体 或者说你的设计对象 它就是女性 我的灵感没有私 对 女性 非常强壮的女性 所以设计女装和男装 有什么样就是巨大的不同 设计女装的话 其实更多focus在设计和面料 但是男装的设计的话 更多的我们可能会讲究工艺 对 就像西装的定制 虽然我们看上去一套西装 它的设计感并不会特别的强 或者因为它们看上去总是相似的 但是它的工艺却比女装要高非常的多 对 它的里衬 它的领子 包括要加的很多的特殊的材料 让衣服有型硬体 这些都是非常讲究工艺的 你刚刚说到工艺 就是前面我们看到的两个都是衣服 但是最后一套其实如果亮眼的 就是眼睛稍微亮一点的观众 可能会发现那条黑色的裙子是非常简洁的 好像就是一块这个比较柔软的布料 可以把它包裹起来 但是帽子好像就是一个更重要的一个特点 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 你对帽子的热爱就已经体现出来了 是的 其实我每一套衣服在走秀的时候 我都会给它设计头饰 头饰的含义非常的广 有传统意义上我们戴的帽子 甚至有发卡 甚至有简单的帽饰 然后黑色简单的衣服 那个上面 它也是非常庞大的 你很难去跟它有一个明确的定义 说这就是一顶帽子 它是但它又不是 对 它是比较当代的 因为黑色的衣服 它的面料非常的简单 但是我觉得你有讲到一个非常棒的点 就是说我展示了衣服面料本身的垂坠感 对 当我们在做设计的时候 其实很多人会想太多 就是我的衣服到底要怎么剪裁 我的衣服到底要选择什么样的印花 我的衣服到底要选择什么样的面料 当我们陷入这样的思考 很容易陷入这样的思考 当我们陷入这样思考的时候 如果你去讲究面料本身的质感的时候 其实是一件非常难得的事情 是容易被比较忽略的事情 当我得到那个面料的时候 非常的简单 我就觉得它非常的硬挺 它垂直感非常的好 所以那套衣服的目标就非常简单 我要尽可能地展示面料本身 而不是放了太多的情感 所以完成那样的一套设计 从有灵感开始设计 到最后完成 大概需要多少时间 我们差不多做了是有八到十套的衣服 是一年的时间 一年的时间 最后这个作品也让你顺利地完成了学业 同时也开始了在新西兰的这个时尚的生涯 对 让很多人记住我 所以在结束了这个学习学业之后 你的第一份在这边的工作是什么 我第一份工作的话 其实是参加了 当我在毕业 第一份工作其实 就是因为我的毕业秀 当时新西兰有一个非常棒的定制大师 他叫Luz Mitchell 然后他坐在台下 然后他看到我的衣服之后 直接就找到了我 其实我很挺训言的 因为我并没有再去找一份工作 他说我非常喜欢你的衣服 然后可不可以来我们这边做实习 可不可以来我们去工作 然后我就顺利地进入了在当地的服装的开始 你当时就是听到他来就是向你抛这个橄榄枝的时候 你觉得心里面是什么感受 是得意的 还是说特别的惊慌的 还是说特别的高兴 还是怎样 我觉得非常的开心 因为我他第一次跟我说的时候 其实我并没有非常的在意这个事情 因为我对他本人并不是特别的了解 但是当我回家做了一些功课之后 我发现他其实是在奥克兰大学的纯艺术学院 学习的纯艺术 这对我来说就非常有吸引力 因为我觉得我的设计和我自己的学习的经历 也是与纯艺术有关 就是fine art 然后那他也是这样的背景 我觉得我们应该会有很多的共同语言 是我们来看一下 当时大伟跟所提到的这一位 时尚 对时尚大咖的一个合影 对 真的你还当时戴着这顶帽子 是的 它是蓝色的 现在都是黑色的 所以你的整个 我们首先说一下你个人的这个风格 从那个时机到现在几乎没有怎么发生太大的改变 没有变 我会戴一模一样的眼镜 我会穿一模一样的衣服 我会戴一模一样的帽子 我会穿一模一样的鞋 所以刚才的这一个合影是有放在杂志上吗 对的 这个也登上新西兰有一个杂志 它每一年的时候会出一个中文刊 对 然后这个是在中文刊上面出现的 所以当时有没有掀起华人这个时尚界的一个小小的一个波浪 并没有波浪 我在Liz Mitchell工作的时候 大概经历了三到四年的时间 对 从最开始初级的时期 然后在工作室助理 然后再做一些设计 对 一步一步 所以在那个期间 其实你就已经有很多作品 登上了很多的杂志 是的 然后登上了很多的这个题台 是的 好 那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广告回来之后呢 我们一起来看看大伟究竟他的作品有上过哪一些封面 欢迎回来 这里是三三来客了 我是文婷 今天请到我们节目做客的嘉宾是野生设计师大伟 再次欢迎您 你好 刚才我们聊到了 你的很多作品其实都刊登过很多的 就是登上过很多的杂志 然后自己其实设计还被这个奥克兰的艺术博物馆 还是服装博物馆 是奥克兰大学的学术博物馆 Gas Fisher Gallery 对 所以我们来看一看哪一些杂志和这个博物馆的收藏 让大伟能够更多的有他的作品出现在我们的视野里面 这个是Remix 100期 都是新西兰当地的杂志 对 都是新西兰非常棒的杂志 然后这个是Black Magazine 是 他们也是在新西兰非常棒的杂志 对 Style Mine Food 他们是一个非常老牌的杂志 而且他们的模特都非常漂亮 非常惊艳 是 Remix 对 所以这些杂志里面都有你的作品收录 收录 收录进去 这个帽子也是你做的 对 这一个是一个比赛 对 它是纪念 帕尼尔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帽式设计大师 然后在这个比赛中也赢了 我觉得你做的这些作品模特都非常棒 是的 所以这个fashion show是 Individual fashion show 它是2016年的一个展览 那个时候我应该是刚毕业 然后之所以参加这个fashion show的话 我觉得新西兰其实虽然时尚领域并不是非常的发达 相比较欧洲或者其他国家 但是他们本地也是有非常棒的跟时尚有关的这样的机构 这一个fashion show的话 它其实是创始主办的人是新西兰服装博物馆 新西兰NZ Fashion Museum 新西兰时装博物馆呢 它是全世界第一个线上的时尚博物馆 所以你的衣服其实也是收录在博物馆里面 是的 是哪一件我们来看一下 当时是花了多少时间去准备 非常快一个星期 一个星期 然后你的衣服就已经收录在博物馆里面 对的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在那个最高的黑色的裙子和帽子的 最高位 是最高位 是黑色的那一套 现在还可以去看得到 现在的话这个展就结束了 当时大概展了两个月的时间 对 所以如果没有看过的观众也可以通过图片来再过一过这个眼影 是的 这是舒奇 他戴的帽子是你做的 舒奇这一个封面呢 他首先谈一下这个封面吧 这个是Vogue China第170的时候 170 对 是一个任何一个杂志的170都是一个非常黄金的时刻 上面我们看到百期巨型 是的 然后呢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封面 其实提到这个封面的话 就可以提到我为什么要做帽子这个事情 对 然后因为这个帽子并不是我设计的 他是在中国的一个帽式设计师 但是他是荷兰人 他叫Elizabeth Koch 然后呢 我是非常偶然的机会认识到他 因为他当时在中国的一个帽式的店里面做创意总监 然后路过他的店的时候 我就看到了他当时正在工作 然后我就问他 我说因为帽子的话 很多人知道他的英文是hat 对 但是帽式行业的话 他有一个专有名词叫millinary 就专职女帽设计师 然后我就问他 我说你是millinary吗 他就很诧异地看着我 他说 你怎么知道这个词 我说我在新西兰有学知词 他就说 那非常的好 然后我们聊得非常的开心 然后当时正好是我大学的假期 所以我在中国差不多有两个月的时间 然后我就成为他的第一助理 然后我们有共同地去创作很多的东西 所以是在哪一个城市 在北京 因为你是北京人 是的 我生活在北京 所以在北京待的这两个月 假期的时间 几乎注定了你接下来的一个人生的这样的一个事业的 开始 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缘分 就是Elizabeth Koch 是我非常尊敬的一个帽式设计师 因为他除了舒淇 像中国很多的明星 他们在走红毯 你像周迅 范冰冰 张子怡等等 所有的巨星 他们在走红毯 或者拍杂志的时候 几乎全部都是去找他 定做帽子 这个时候就 当然这是一个非常开心的 我学习到非常多的东西 和他学到非常多的理念 然后也创作了很多的东西和他一起 是一个非常棒的学习经验 但这并不是完全鼓励我 下定决心 要把帽子 当然 因为下定决心 扮帽子 是因为你在新线来遇到了更传奇的大师 是的 但是 传奇大师的话 下定决心 除了我遇到Elly 我非常的幸运 但还有一个更加有意思的事情 当时在中国 其实帽式行业并不是很发达 没有很多的人去做 为数不多的 可能尤其只有 伊丽莎白一个人在去做帽子 他当时也会被邀请非常多的采访 学术的采访 各方面采访 当时他的title是 Millaner of China 这就激起了我一点点的好胜心 是 我说Millaner of China 必须是中国人 对 如果 一个洋人变成了中国的 顶级的知貿大师 我觉得这个事情 在我的世界观里 它的逻辑好像有点不是很正确 然后我就想说 我想努力地去学习 激发了你的一个斗志 是的 我想努力去学习 然后我希望有一天 Millaner of China 应该 可能不是我 但他应该是一个中国的面孔 一个华人 对 是的 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 你就更加努力了 是的 然后我在新西兰就非常巧地 遇到了Ali Miller 就是我的师傅 然后是Dolly Baden 这个品牌的创始人 是 可能就是刚才那个 大卫跟我们提到的这个名字 就是Ali 还有很多的观众 不一定那么熟悉他 他其实是在新西兰 非常传奇的一个知貿师 虽然年纪已经 可能到了这个万年的年龄 但是他仍然是非常优雅 我们来看一下他的照片 哇 真的是一个很像法国老太太的感觉 是的 这是他非常近期的照片 但其实他是英国人 长在新西兰 对 他的父母都是英国人 对 然后这个是他非常早期的 大概在六七十年代吧 所以他手上和背景的 都是他自己做的卖子 是的 因为当时他的帽式公司 Based在基督城 然后当时他的店里和家里 都会挂满了帽子 我觉得是他一张生活照 是 但是听说他是越老越优雅 他一直都很优雅 这张照片是他和模特儿吗 对 这个是我们参加新西兰 一个古董一的聚会 也就是那一次你认识他的 是的 还是说 就是那一次 应该是 这个是第二次 对 在之前我们还有一个聚会 对 这个是我们已经混得非常熟了 然后一起去参加 这是我拍的照片 太棒了 他永远都是要佩戴非常棒的帽子 当然是自己做的 然后他会画非常浓的妆 虽然这是一个黑白照片 但我觉得也可以看到 仍然无法掩饰他的优雅和气场 他的妆非常的浓 然后他永远都穿高跟鞋 很高 所以你看 这么厉害的制帽师 都是自己给自己做帽子 为什么你没有给自己做帽子 而是让别人来帮你做帽子 因为我还是比较专攻 不管是服装还是帽子 我会比较专攻女性 对 我做女生的帽子会比较多一些 然后我自己的帽子的话 其实他都是用帽线编织的 很遗憾我还没有学会 如何用帽线织帽子 对 这只是一个小插曲 对 那所以回到刚才我们说到 你和艾莉的认识 实际上是在一个偶然的机会 非常偶然 一个古董成衣的这样的一个聚会 对 是的 当时我认识他的时候 我并不知道他是谁 然后当时我有经常逛一些古董的衣服店 我记得很清楚在那个店的柜台的后面 那是一个法国人开的古董店 他的后面有一张黑白照片 非常的大 我就看照片 我说 我说这个人是谁 我说他非常的有气场 非常的美 我说他是谁 然后当时Dress 这个法国人就跟我说 他说他是艾莉 然后他非常有名 在新西兰 他是织帽大师 他做帽子非常棒 我说天哪 然后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听到millinary 和millinary这个词 对 然后我就回去 而且据说有很多好莱坞的明星 包括很多皇室的人 都有戴他的作品 是的 然后 对 然后当时我知道了他之后 我就跟这个法国人说 我说我可以认识他嘛 是 然后他就说 他脾气非常的差 很多人都想认识他 很多人都想跟他学直帽 但是那个时候 你还不知道自己有可能会碰到他 我不知道 还是说你特别因为他而去的那个聚会 没有 我完全受我然的机会 对 对 所以上天很眷顾你 因为你有这样的一个心愿 上天很眷顾我 我能发现他是一个很优雅的漂亮女生 是 所以那一次的这个聚会 你们两个是第一次见面就蛮投缘的 对 当时我其实只看了照片 我并没有见到他 然后再接下来正好没有几周吧 他就有一场fashion show 然后我们在fashion show里面 我就看到了他 然后一眼人出一定是他 然后我们就认识了 对 所以认识了之后怎么开始就是向他请教包括收你为徒这样子的一个过程 然后我在聚会里面我看到他吧 我就跟他去做介绍 我说你好 我是大尾 然后我在学服装设计 然后我可不可以 我说我对帽子非常的感兴趣 我说我可不可以去你家看一看你做的帽子 我可不可以看下他们到底长什么样子 我觉得他可能当时是喝了几杯吧 所以心情还不错 他说可以啊 你明天就可以来 然后 非常的果断 对 然后记得很清楚是星期六早上九点钟 是 然后而且我们住得非常的近 对 然后我就直接就去了 他就开始给我去看他的工作室 他做的所有的帽子 然后看了之后呢 我其实就觉得天哪 我说怎么可以这么漂亮 对 有经验到 对 就非常有经验到 然后因为我有之前被别人告诉过 他第一脾气 太好 对 脾气不太好 然后第二的话就是他比较介意去把他的手艺交给其他的人 对 因为本来这个就不是非常 所以你是他的第一个学徒吗 我不是他第一个 但是我他最后一个 你太幸运了 是的 所以不仅是最后一个 居然最后变成了接班人 这是怎么回事 然后见到他之后 我们就开始了非常长时间的接触 因为我们是周六第一次见面 所以周六就成了我们每周固定见面的时间 一开始我也是给他打下手 做一些非常简单的手缝的工作 然后渐渐的呢 他就会教我更多 比如说如何把帽子塑造出形状 如何处理不同的材料 他也教会我认识 哪个国 比如说匈牙利的羽毛是非常漂亮的 然后法国的面纱是非常好的 毛毡 澳洲和英国的毛毡是非常棒的 才开始陆陆续教我非常多的东西 其实渐渐学了很长时间之后 我才发现我们已经不是朋友去做客了 然后对我们他有在认真教我 然后他可能也是被你的这种才华所吸引 我的手缝做的还是不错的 对我非常因为我本身也是一个比较 比较抵触现代和快速的这种工业化 就你骨子里面其实是比较欣赏这个复古风 对对对 我是有一个非常老的灵魂在我的身体里面 听说你还拿过最佳复古设计 对是的 是什么时候的事情 这个是大概三四年前吧 当时帕奈尔很早期的时候 住了一个非常有名的毛氏大师 然后他去世了很多年 然后新西兰很多时装领域的人 就要办一个纪念他的一个聚会 顺便去做一个比赛 然后那一次其实你是有戴一个语言帽子 你就没有再戴毛线的帽子 对因为它是一个非常正式的场合 那我们来看一看不一样的大卫 在戴着这个原貌跟两位模特的 当时的一个黑白的合影照片 我觉得你特别喜欢黑白风 对我其实基本上所有的衣服都是黑色的 对很少穿白色也 其实这些来做这个模特的这一些 对女性啊 她们都是就是热爱帽子的 还是说她们其实就是专门做这个帽式的 我可以给你介绍一下 在左边这个比较矮一点的 这个她是Doris Doris就是我所提到的新西兰时装博物馆的创始人 然后她也是这一场比赛的评委 但是Doris就是我的顾客 所以现在她也是那顾客 她一直都是我的顾客 然后很有意思的是 她当这是一个黑白照片 她穿的衣服是她自己的面料 她曾经也是服装设计师 后来她就来找我 拿着她的面料说 就是我要当天穿的衣服 你可不可以给我设计一顶帽子 我就跟Doris说 我说Doris我也要参加这场比赛 如果你作为评委戴我的帽子是不太好 她说她不care 她不避嫌 她不care对 因为她一直就说的很好的顾客 然后就给她设计了那顶帽子 对就是这样子的 虽然就是你现在已经是成为了这个智贸大师 手上这个品牌的接班人 也在做这些帽子 可是其实你对于帽子的这种热爱 还有源于它有很多的就是一些细节的故事 包括不同的这个 就是去为他们服务的对象 他们的一些特点 或者说他们的一些生活经历 那到底有些什么有趣的故事呢 我们再进一段广告 广告回来之后 我们再听大伟跟我们聊聊 他和客户之间的有趣事 欢迎回来 这里是三三来客了 我是文婷 今天请到我们节目做客的嘉宾 是可爱的野生设计师 大伟 大家好 欢迎你 刚才我们提到了 你的一些客户 都是很有意思的角色 有一些可能他们本身对于这种礼貌的热爱 偏好 可能都是很多常人无法想象的 是的 那来跟我们介绍一下 就是你印象最深刻的 你设计过的帽子 好 首先我想给大家看一下第一顶帽子 对 这顶帽子是非常 比较有趣的 这个帽子拥有者是新西兰 一个很棒的服装杂志的主编 然后当时他想参加墨尔本杯的赛马 那我们都知道赛马的时候 女性的着装是有要求的 就是他必须要佩戴帽子 然后大家可以现在看到他的样子 是一个非常漂亮的top hat 但他之前是什么样 他之前其实就是一个遮阳帽 就是一个大太阳的太阳帽子 对 那为什么我们把它 觉得它比较有意思呢 是因为这个遮阳帽是他 家里的亲人给他的 那对他来说 它是一个改造的结果 是的 它是一个改造 他亲人pass给他这个帽子 那他觉得这个帽子 其实非常的珍贵 但是实际上来讲 他佩戴的几率不是非常的大 是 那所以他就找到我 他说大卫你可不可以把这个帽子 帮我去重新设计一下 比如说添加一些漂亮的盾带 羽毛啊等一等 然后就说可以帮我改造它吗 我说可以的 应该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后来我就问他 我说你是什么样的场合需要它 他告诉我 可能是赛马会的时候需要它 那我们知道赛马会的帽子 女性的帽子 遮阳帽的话 其实会比较平淡 所以我在想 如何把它做一个变化 那我直接就大刀阔斧 把它全部给拆解 然后重新再去设计 所以大家看到照片的时候 其实很难发现 这样一顶帽子 他之前的前身就是一个遮阳帽 对 但是上面所有的材料 包括他的丝绸 包括他圆形的形状 都是他用的原材料 原来的材料 对 就是这样子 就是比较有意思 所以他最后是很喜欢 非常喜欢 对 那除了他之外 是不是听说还有在家里面坐着看电视 也要戴帽子的客户 是的 这个时候我觉得就是 作为时尚或者帽子行业 非常有趣的一个现象 就是说不太了解这个行业的人 他可能会觉得 这样的帽子我平时不会有机会戴 因为它过于隆重 或者过于有设计感 但是我会遇到非常多的客户 那么他们是觉得帽子不仅展现了优雅 更能体现阶级和文化 所以当时在梅根和哈瑞王子英国的 他们两个结婚的时候 因为是全球直播 然后我就遇到了一个非常棒的 新西兰的很优雅的一个女士 她找到我 她说待会我要做一顶帽子 我说为了什么 她说为了皇家的婚礼 我说天哪 你要去英国吗 她说不是 我说那是什么时候会用呢 她说我坐在家里看直播啊 要跟他们一同感受 对 然后我就觉得非常的诧异 我想说坐在家里看直播 也要戴帽子吗 然后她就说 是的 我不仅要戴帽子 并且我会全装 并且dress up自己 然后我说 这简直太棒了 对 会不会因为有这样的客户存在 所以有的时候更鼓励 作为设计师的你 是的 来做更多的这一些好的作品 是的 因为其实现在冒式行业的话 它其实实际上是一个慢慢凋零的行业 不管在新西兰还是其他的国家 因为很少有人会掌握这样的技巧 也很少有人会在每一天的生活中会佩戴 对 因为现在女生对于时尚的要求 已经不是在上个世纪了 对 在上个世纪的时候 其实我们知道的服装设计师迪奥 迪奥先生在活着的时候 他说如果女性没有佩戴帽子出门的话 就相当于她没有穿衣服 是 对 所以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中 帽子是非常重要的 刚才大伟牛说 有一些顾客可能他们是在家里面看这个现场 可是我们知道其实到现在为止 也有仍然很多讲求礼仪的现场 需要佩戴礼貌的这样的一些场合 所以听说您也给在新西兰 这个当地都非常出名的一些民园 或者是这个政治人物 他们都做一些这样的设计 比如说新西兰前总理的夫人 Junkie的夫人 当时是参加一个什么样的一个 Junkie的当时她时任的是新西兰总理 所以她的老婆是第一夫人 然后也正好赶上一个非常棒的时间 就是凯特 这件衣服也是 凯特 衣服的话是她自己的衣服 对 但是作为帽是 为什么说帽子她会比较讲究 就是她当天的穿 配她的帽子 一定要和当天的衣服是matched 因为这样的话才能体现定制这个含义 所以当时是你知道她要穿这套礼服 是的 然后根据她的这个着装 是的 这个是一个习惯 就是当她在定制一个帽子的时候 她需要把当天的场合和穿的衣服都给我们 甚至鞋子 所以我们要知道她要穿什么衣服 我们才帮她去做设计 当时是谁告诉你要 就是你要去为他们设计这个帽子 当时我和艾琳我们两个人是共同在做这个帽子 但是我其实我不知道她是谁 然后但是做完了之后我们就觉得满意吗 然后我和他都会非常的满意 然后呢这个帽子就被送出去了 送出去之后 然后过了很久我看照片我才知道 嗯这不是我们做的帽子吗 所以你都不知道其实威廉王子在现场有看你的帽子 没有完全没有 所以经过了这么多的这一些经验 你自己觉得这是现场的一个照片 所以其实真的是非常的高贵的感觉 它是一种高贵再加一种简单的典仰 是的 对 它的蝴蝶结的粉色的缎带 对 可以跟它里面的衣服 比起在附近的那个黄色的礼帽 它的这个分辨率还是蛮高的 是的 所以在你看来礼帽是会可以同一顶帽子配搭不同的服饰的吗 严格意义上讲 不同的帽子要配不同的衣服 对 但是随着我们现在的节奏非常的快 那一顶帽子的话 当然可以根据不同的衣服会有不同的气质 因为否则如果真的一顶帽子只能配一个茁壮的话 好像它的这个成本跟它的这种穿戴率就实在是太低了 但优雅的女性是不会嫌多的 她是不会介意的 对 所以她也是一个非常奢侈的行业 是的 对我们经常偶尔会去一些非常老的顾客的家里面 他们的衣柜不是最大的 他们的帽柜是最大的 他们会有上把顶帽子 三百多顶帽子在家 对 听说现在你也是除了这个质帽本身 因为你已经当了一个接班人了 然后当然平时的这些品牌管理 包括你的设计各个方面 肯定都是非常多的压力或者很多繁琐的事情 但同时我们也听说你还在一个自己的工作室里面当老师 是的 为什么已经这么成功了 你都已经开始当这个接班人了 为什么还要去做老师这么辛苦 接班人的话 因为现在很难去把它开一个真实的商店 因为这个行业自始至终在古大的时候 就它也是属于定制的范畴 基本上是客人来 我们见面 然后我们会把信息告诉他 我们交换好 然后去帮他定制 那么其实这个东西是很难变成商业化的一个东西 因为它本来就是一个定制级的东西 没错 现在在教学生的话 很大的灵感也是为了赌气 对 因为在我上大学的期间 因为我在中国也是学艺术 从小就学画画 来到新西兰又重新读了大学 那我会强烈的会发现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我在中国学习到的知识和学习的经验 在国外不同的文化和不同的国家背景中 我会发现有一个非常明显的障碍 是什么障碍 文化障碍 文化障碍 对 我觉得在我在很小的时候 从小画画包括在中国的美术学院等等 我们在学习的时候 其实我们更加看重的是你作品最终的质量和完成度 它是一张棒的绘画 你不需要去解释 它就是一个非常棒的作品 但是如果在国外的话 我们接触的更多的是当代艺术 当代艺术其实它追求的不是最终的一个呈现 它要的是你的创作过程 对 这个其实就已经有非常大的隔阂了 对 然后当我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 在刚开始我也是非常的苦恼 学习的阶段其实有一大部分的时间 是不是很顺利的 因为我在摸索这个事情 再后来我就发现这个问题不是只有我一个人会遇到 很多人都会遇到 除了中国的学生 韩国的日本的 他们也会遇到 就是大部分来自于亚洲国家的 他们接受的这种文化背景 其实有很多的相似的地方 对 所以这都会成为我们一个共同的问题 当我在觉得说如果这是一个共同的问题 它又比较棘手 因为如果你的作品没有沟通的非常好的话 别人不懂你的作品 别人不懂你的作品的话 他们不会觉得这是一个好作品 对 所以你现在大部分所教授的这些对象 都是来自于中国的学生 很多是中国 但是也会有一些其他国家的学生 对 本地的学生 曾经还有日本的学生 对 现在因为疫情的原因 可能有一些中国的留学生 还没有办法及时的回国 所以你现在所接受的学生 都是属于一直留在这边的呢 还是属于网上可以现场的 这个线上的上课 大部分的话都是在本地的留学生 或者本地出生的小孩 对 然后线上教课的话 我觉得它会有一个短板 就是你没有办法 因为艺术这个东西 你必须要看到 随时看到 那你接触了这么多 不管是从哪里来的这些小孩 那可能有一些已经成年人了 你自己又是这样的一些经历长大的 你自己个人感觉 就是我们比较实在的来讲 你觉得学习设计 真的是很需要这个从小的天赋吗 天赋这个词听上去非常的可怕 也非常的沉重 对 那你说一个好的设计师 他需要天赋吗 如果是一个成功的设计师 那么他一定是有天赋的 对吧 然后但是我觉得天赋同时 又不是那么的重要 因为天赋的设计师 在每一个一百年中都非常的屈指可数 对 他非常的少 但是成功的设计师 或者好的设计师却非常的多 所以我觉得天赋是一个加分项 但他不是一个必需品 那我们能不能换一个槽来说 就有一些人他可能是天才类的是属于 可能从小他就会对某一个专业比较敏感 或者是比较有兴趣 但有些人他可能是后天 就我们说的后起之秀 他可能是可造之才 那也许就通过某一些人的指点 或者通过某一些环境的培养 他是不是可以更好的发挥出他的潜力 对 一定是这样的 但是同时我想说的是天才真的很少见 所以你的小 你的不是小孩 是你的这个学生吗 他们都是属于刻苦心的吗 艺术这条路必须要非常的刻苦 它不像很多人去想的 就是我当然跟朋友聊天 很多人不在艺术领域 他会觉得说 你设计东西是不是一定需要一个特别棒的灵感 你怎么去找灵感 那灵感是从哪里来 我觉得因为我们听了太多那种故事 说牛顿坐在树下 一个苹果砸下来 他就有了灵感 灵感绝对不是一晃就出现的 灵感一定是通过你刻苦的学习和深入的调查 research的阶段 你就会有灵感 所以喜欢艺术的人和真正最后能够成为一个成功的艺术家 或者说艺术的设计师的人 它是有区别的 因为我们看到有一些喜欢艺术的人 他可能会觉得艺术是一个捷径 就是也许我对于其他的数字不敏感 我对于文学不敏感 也许我可以走艺术这条路 但实际上通过刚才大伟的一个分析和介绍 做艺术的人反而更需要工匠的精神 是的 更需要就是你要一针一线 或者说是一笔一画的去磨练你的一个基础 所以这也是你经历了这么多年之后 对于你的学生或者对于我们今天来到现场 跟观众们分享 就是艺术不是那么好做的一个行业 要很刻苦才可以 但是有没有鼓励的话可以告诉大家 鼓励的话说 它的门槛不是你是天才才可以 任何你对艺术或者设计有热情的 有创作的冲动的 有喜欢的 你都可以成为一个非常棒的艺术卷 那最后一个问题 今天我们的节目也接近尾声了 就是其实有很多 因为你也是从中国来的 很多中国的家长可能对于艺术领域 或者学习艺术 他有一种误解 一方面也来自于刚才我讲到的 可能确实有很多追求艺术的人 他们本身不是特别有内涵 他们可能就是停留在表面 喜欢那样的一种风格而已 但是另外一方面就是 这个社会或者这个世界 它对于艺术的需求 对于它的这个需要 你觉得在未来 它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向吗 它是一个不苦或缺的职业和工作 我认为是这样子 就像服装行业 你穿的衣服 我穿的衣服 建筑行业 我们的办公室 我们的影棚 我们居住的房子 对于平面设计来说的话 就是我们漂亮的背景 演播室 平面设计师做的 然后我们的海报 然后我们平时用的杯子 用的碗 这是工业设计 还有就是纯艺术 当我们看一场漂亮的雕塑 一场画 就都是艺术 它存在着我们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中 对 非常感谢我们真正的热爱艺术的野生设计师 来到我们现场来跟我们聊这么多 关于他和帽子的经历 和他的这个时尚的一些这些历史 所以希望有机会也能够看到你更棒的作品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 如果你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意见 或者建议 欢迎给我们下方所显示的短信平台进行留言 同时也要提醒各位 我们的YouTube频道已经上线 您只需要搜索33新西兰 就可以找到我们了 好 我是文婷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